在桃園以北、基隆北海岸、宜蘭花蓮地区 虽然下雨逐渐缓和,但是还有局部短暂震雨 台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震雨 今天在下雨的时候 宜蘭地区、基隆北海岸地区 以及大台北的山区 还可能有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在东北季风影响的今天、明天、两天 我们就先以北台湾来看 整天天气是湿凉的 日夜的温差大概就有1、2度左右 高温也是比较凉一些些的 但是随着星期四东北季风减弱以后 天外上会回升一些些 高温也回升一些些 但是回升是比较有限的 再来看到下一波温度降幅 将在星期六新一天 一波东北季风冷下的时候 这是北台湾的温度 好 台湾是过去了 不过要持续关心后